您看这个像我们现在这个 太极拳和行李拳这个练法练下去 这种传统的东西有失传的可能性吗 现在练的都很多 但是大家现在其实你看太极拳好行李拳好 练的太多了 大家的好多人这个鉴别能力啊 鉴上能力也不一样 形成各种各派 这是这是一个这个大的毛病 应该不管太极行李八卦 他应该什么呢 应该都按要求链 都按规矩链 他如果符合规矩符合要求的话 是不是就只可能会一种主派 行李拳就是这样 还有动作不一样 但是要求一样 你看连孙氏 杨氏 吴氏 招数不一样 但是招数再不一样 过去成天这种还从麻痹的要求是一样的 对 核心是一样 核心是一样 但是现在你看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 好看 随心所欲 好多人练拳 练了几摊以后 我觉得这样不舒服 我怎么舒服 我怎么练 这样呢 就影响了这个武术的正常的传承 这个东西 应该好多人现在拜师 我看了好多 这个练练 行李拳太极上 都师承都非常 非常正宗 非常正宗 但是练的 就不是动漢要求 各有各的特点 咱还是讲那个规矩 谁所规矩呢 谁就对 因为规矩 任何这个权力都讲 是吧 你行李拳 这个销二十四法 顶扣援民 包肥群群 是若有不同 但是要求都是一样的 你做到这些要求了吗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要想不失传的话 还是往规矩上靠 对 必须规矩 深言全力 来 这个应该是这个 大家鉴定 鉴别对错 好鉴定 鉴别 就按规矩 是 严格按规矩 按规矩 按规矩练的 你就对了 不按规矩练的 你就错了 是吧 咱这样说 而且时间也是个考验的标准 我看有的好多 他带来一些比较著名的大师 如果练了几年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现在就是名师 就出名的名 明白的老师太少了 就是他这么理解这个权力的 他非常少 但是出了名的老师很多 所以说我就讲 大家还是要 怎么鉴别对错 就要权力 谁爱权力做的 谁就对了